現實就是越來越多年輕人說 還有很多女生會說 好像加上那樣 為何咖啡那麼淡 她那麼淡 她加了那個 不是教大家說粗口 是教大家知道 粗口後面的原理 其實是所有語言的原理 粗口很操作 好像一間房子 一間豪宅 最髒的地方當然是廁所 但你買一間豪宅 一定要買一間廁所 香港語言學家 近年辭去大學教職 以娛樂方式推廣廣東話 眼見近期截廉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 Ben Sir自發舉辦多場家長講座 又為青少年進行異診 聆聽他們的心底話 歡迎收看行全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無論在語言和溝通上 都有他獨特個人的研究和見解 特別在語言的發展上 廣東話的精髓 以及兩代之間的溝通上 都很有心得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 Ben Sir歐陽偉浩 Ben Sir你好 你好 你好 Ben Sir你經常說廣東話很重要 為什麼廣東話要拯救他 以及要繼續守護廣東話呢 我們一般覺得 我們每個人都懂得說 有沒有人拿著支槍不讓你說 為什麼要保護他呢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下 我們譬如說我們不同人的來往 以及我們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真的會去到一刻 即是沒有了 是不是 人在話在 是不是 人亡亡亡亡 所以都要有個需要來保護他 保護一些非圍的文化 那些產業和語言 都是這樣的 心一直地去維護下去 你都做了很多事去拯救 以及去守護 古話 都不是 即是做就做 譬如寫書或拍節目 來講一些廣東話的發展 歷史 或者一些語法上的東西 還有 我特別喜歡 將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來拔出來 譬如怎樣去有趣呢 譬如說錢 一百我們是一塊錢 一千元是一撇水還是一叉東西 一萬是一盤 一皮 有幾個說法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當我們說得廣東話 得意的時候 你們剛才都笑了 顯示出得意 不是我去屈廣東話得意 我們以其他謊言 其他語言 譬如普通話 普通話 有沒有這樣去說法呢 對於我們貨幣的 這些逢十 進一 這些十八千萬 有沒有另外一個叫法呢 與此同時 我們現在就比較幾個謊言 幾個語言的不同 再去推廣廣資 因為我們有個體育事物的架構 可以問英文有沒有這樣 100、1000的另外一個文字 來形容這些數值的問題 但Ben Sir聽你這樣說 會不會覺得廣東話是比較通俗一些 就不是說其他某些的語言 好像要很優雅 我想廣東話有它優雅的一面 只是因為廣東話 我們現在日常用緊 譬如說文言文那些很優雅 因為我們現在口頭都不是用文言文來溝通 文言文可能現在處於一個 譬如你寫一些請貼 或者一些特別的書信 一些人生日 或者一些人不在 你要寫一些附文 那時候才用 我們用那些就著某一個功能 某一個文體用 所以我們自然會選到一些優雅的 其實廣東話也是有它優雅一面 優不優雅要看你那個人的本身 自己覺得優不優雅 所以你說優雅和操作 每一個語言都有它優雅和操作的一面 但是比如守護廣東話 那個客觀環境其實容不容易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譬如中小學普教中 上大學大部分的科程 全英語授課 其實教育方面好像不太重視廣東話 這個說得對 因為教育本身來說 是一個篩選的工具 或者是一間工廠 你去給這麼密集的時間表 加多一堂廣東話 我們社會是不接受的 所以廣東話對於教育來說 是不重視的 根本是整個廣東話 在教育那裡拔出來 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我教了幾十年書 教了三十年書 我看到它的重要性 或者不重要性 所以前幾年我直接抽出來 如果我在演藝事業 譬如說是talk show 洞篤笑那裡 找到一些廣東話的價值 找到一些廣東話的 生財的價值 給教育界人士看 不是啊 廣東話是有些用的 是可以去引人發笑 找到錢的 這樣繞個圈 會給教育界 希望他們會看得到 說回你那種方式 你比較用那種娛樂 輕鬆 甚至踩界的方式 踩界的粗 那你用這個方法來提倡 來提倡廣東話的效果 你覺得怎樣 效果起碼大家先記得 是不是 這些年輕人都會先記得 就是從那個好笑 幽默的一面 讓大家注意到 廣東話有這麼特別的東西 譬如說粗口的部分 那大家會 不是說教大家說粗口 是教大家知道 粗口後面的原理 其實是所有的語言的原理 舉個例子 譬如粗口很粗俗 好像一間房子 一間豪宅 最骯髒的地方 當然是廁所 但是你買一間豪宅 一定要買一間廁所 不可以說豪宅走廁所 不買一間廁所 所以相對地 那個廁所 對於整個豪宅來說 是骯髒的一面 但是它有一個作用 譬如粗口的作用 就是它富有攻擊性 有時候我們真是 正所謂軍節動口不動手 不動手 那動口後也可以 對吧 這樣就是有這樣的作用 還有有時候 譬如我們在片場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 會不會說粗口 有時候在片場 你說粗口 你不是罵人 或者是罵事情 或者是罵自己 一步一步這樣說下去 就是很多語言學的 一些問題 所以踩界的粗口 我作為一個 一條計劃 讓大家知道 語言有它多方面 譬如說有它特殊 又特別的一面 剛才Ban Sir 你說年輕人 講不講粗口 好老實說 我們幾經常會聽到 年輕人講粗口 怎樣可以 而且女生 越來越多 對 說得很順口 女生講粗口 真的有些恐怖 怎樣優雅一點 令到他們講粗口 有很難講的 現實就是 越來越多年輕人講 還有很多女生會講 可能我觀察到 他們說 當時是說無聊事 日常事 他們都會加一些字 那就很不同 雖然那個字本身是粗口 但它不是用在這裡去侮辱人 好像加上 為什麼那些咖啡這麼淡 它是這麼淡 他加了那個 他加了那個 可能他表示 他一些情緒上 他覺得對那個咖啡不滿 只不過我們聽到 就以為他是說嚇我們 沒有理由 喝一杯咖啡會罵其他人 有時不適當去加 所以他就是講一本咖啡 另外我近時教書 有叫過他們去做一些研究 他們覺得 我們覺得那些粗口字 他們那些年輕人 都已經是不覺得 沒有了那種粗口的味道 可能 譬如我們日常講 五個字 其中一個字 他覺得是什麼 他不覺得那個是粗口 所以我們 老年人或者中年人 我們上一代 仍然覺得他是 下一代 覺得不是 那麼這裡又有很大的落差 Ben Sir 語言 大家都知道 用來溝通 是的 你知道年輕人 現在很多時候 那個語言 跟我們 有時會有些距離 你怎樣去看 年輕人 現在在語言溝通上面 他們很多用火星文 沒錯 我嘗試去了解 我現在都在學 你不學 他們不理睬你 我們很怕 學生不理睬我 我們每天都在同步手機溝通 不是同步手機競爭 因為他們上課 分分鐘是掛著玩手機 所以這個 真的要 沒有辦法 辛苦一點都要去追著 教授 要追著他們的部分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最近學會那個 什麼行不行 行不行 譬如說去廁所行不行 我想休息行不行 他們現在形容到 一些很靜態的事情 都說行不行 說Ben Sir這麼帥 行不行 什麼都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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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靜態的事情都行不行 還有他們的笑聲 肯定教授不知道行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下次就問他 我什麼笑聲行不行 是啊 你說我這麼帥行不行 OK 譬如說型、漂亮 這些這麼靜態的事情 他意思是行不行 就是說 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呢 平時我們覺得行不行 是permission 某個動作 去廁所 去吃東西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 潮語的用法 他潮語不僅是 不一定是新鮮產生出來的 太陽之下無新鮮 沒有那麼多新的東西走出來 只不過他那個用法是比較新的 第二個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搞不定 搞不定 這多數是貶易的 對 對 這杯子那麼臭 那麼肉酸 那麼醜 那麼醜 搞不定 現在好東西都可以搞不定 是嗎 盤花這麼美 搞不定 意思就是說 盤花好到 爆炸 核彈爆炸 真的搞不定 好 我這樣的 用作為一個煲兒 我講得對嗎 對嗎 對嗎 人到要問我 真的搞不定 咖啡漂亮的搞不定 是嗎?是嗎? 用在各個煲魚那裏 那麼誇代溝通豈不是很準確 很難的,所以這個階段越來越大 大家不要笑,不一定關整治的事 那真的要抓住他們,要找他們做補習 因為這些不是純粹是黃星文那麽簡單 不是一個新的符號走出來 而是我們正在用那些去變一變 這個變一變又不是說大家打鵝打鼓 我們變了,沒有人作為一個領頭人來打鵝打鼓 我們變了,無緣無故就會變了 所以這個就是語言的演變不同 我們雙方感冒我們會知道的 就是慢慢變一下變一下 變了你現在才知道自己是變了很久 真的搞不定,Bench 我告訴你,你想一下我們都覺得這樣搞不定 你想一下很多父母,難怪經常都說 跟那些孩子很難溝通 是啊,他不是一個,有時候用一些縮略語 八半要上課,那什麽叫八半呢?八點半上課 那你縮了個點字下去 連八點半那麽簡單的點字都要縮 那這些所有的縮略語 所以我們說要聆聽年輕人 不單止聆聽他的心聲 不單止聆聽他的腦筋或者心理上 那麽表面的語言 原來我們都有這麽大的落差 如果捉不到,那時候真的搞不定 Ben Sir,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語言當然要面對面,溝通最好 那麽其實,那麽要面對面呢? 現在全部都是用那些社交媒體 WhatsApp、WeChat 甚至有什麽心情 我給個Emoji 我給個Emoji 你便已經講完了 那麽要和你見面 不需要的 溝通越來越差 年輕人會不會 都會的,尤其是口語那裏 因為他這些感通越卷 又不是說不讓你用口語 你又可以用口語 又可以用文字 又可以用Emoji Emoji我覺得才是有趣 有一個學生的研究 就是那個Emoji的用法 究竟是有沒有文法可言的呢? 譬如說一句說話 哪一塊會加個Emoji下去的呢? 哪裏加哪裏不加 這裏是有條件之分的 還有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現在有個Emoji是這樣的 即是說知道了 遵明了 我知道了 我見過了 很多時候人家給我 我經常都在想 為什麽要給我這個Emoji 所以本來是一些語氣 一些心情的東西 它又有這些心情的公仔 來表達出來 所以當我們覺得 這些多數人的心情感受 表達不到 現在那個科技就發明了這個Emoji 連我們的心情都說出來 真的不需要見面 真的不需要見面 真的有時需要見面 盜口盜面 不知道跟你說什麽 那個年輕人 對著兩位教授 這樣坐在那裏 這樣僅在那裏 我都會震 不要了 我躲在房間 我和你WhatsApp 我和你 那時更開心 那時更放些 都不出奇 所以我們覺得 加上這些科技 我們真的要思考再思考 究竟是怎樣最好 或者起碼那個小孩的現實世界 究竟是變成怎樣 我們說要糾正 在哪一方面才這樣 除了年輕人 你是很厲害的 你是教老爸做老爸 教老母做老母 厲害 但是你自己呢 我自己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 你的意見 人家會覺得實用 人家為何要相信你 你又沒有做老爸 那我才夠獨立 沒有小孩 你的次入點又怎樣 我次入點就是 因為我以前都教了三年書 有小孩那些 最多都是 最多就頂多四五個 那四五個 來來都是對著那四五個 還有都是這樣的年齡 我教過三年書 我幼稚園都教過三天 小學、中學、大學 你都很了解 都很了解 Master那些 例如PCLL、知休 那些不同人種不同類型都教過 所以大體都知道 以各方面 會有些什麼特別的問題 之餘 大家有些什麼共有的問題 就希望憑著有這些 這樣的經驗或者看法 搞一些講座 起碼一個多小時 去把爸爸媽媽 他們某一些的心情 譬如說跟子女溝通不了 有些真的溝通不了 不理睬 又不是十嵐九壽那些 總之他覺得你煩 他就不理睬 這些就去見一下 就去聽一下 幫他們去解開那些心結 你的觀察 在香港的父母最不懂做 或者需要你教的 在哪方面 這個問題問得好 最不懂做 很多時候他們要各樣的事情都知道 因為他想表示出他很關心 各樣的事情都想知道 知道功課所有的事情 有一次試過他好像媽媽覺得自己是最後一個知道 又好像失落了 好像失落 失落 失落 輸了給旁邊的那個Susan Susan Susan是她死對頭 這樣才算 Susan都知道我女兒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所以去到就是各樣想知道 各樣想問 但有時候不需要她知道那麼多 就是小孩子有肝門的事件 他們的肝門事件有他們搞得好 是吧 譬如我們教書 那些學生 又不需要要關心到各樣事情都去關心 所以他們的父母很多時候就是 不懂得拿捏這一道 另外就是一個個問題就是 譬如一些behavior的問題 現在那些又不流行打的 我們那一代都是流行打的 現在不能打的 現在還不能打的 是吧 若兒就告你 但是你打 不打和若兒之間還有很多個範疇可以去討論 是吧 譬如你不打 給他一些痛楚行不行 例如什麼痛楚 少少苦楚等於激勵 是吧 所以就是你那個教育制度 由打得去到不打得 其實我都經歷過我親身在校長面前打過學生的 我經歷過那個體罰那個階段的 那學校有體罰便沒有體罰 但是那個社會 未曾試過規限住那個家 那有一些家就是不打 不敢打的 整整一下他控制不了那個小孩 那就是那個小孩越來越放肆 會這樣 聽過那個媽媽就說 連心底的說話都跟兒子說 說兒子媽媽不懂做媽媽的 你都體諒一下我的 我說媽媽你不要這麼快先投降 那個兒子才十歲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管教要先管後教 而管教這個字 只是用在家庭和學校那裏 你其他公司不會用管教的 電視台用管理 集團會用管理 是學校和家庭先用管教這兩個字 所以我覺得是 那個先管後教育很重要 管哪怕你威逼你又怎樣都好 那個過程有時不要緊 最緊要搞得行 管得到你才可以循循善又這樣搞它 所以Ban Sir你還是覺得作為父母 一定是要嚴厲少少去管教 因為我本身都嚴厲 起碼你講一句說話 你學止它又要有些氣勢 你有氣勢 你有氣勢 那你就不需要去打 我不是叫它兜巴升上去 兜巴升上去那些 是吧 用把彈尺來去配合一下它 當頭棒殼 當然不是一下子打到頭那裏 我記得好像有時候 我爸爸拔口頭髮 他又很聰明 沒有什麼痕跡 你拔口有點痛楚 你就記得 或者彈耳朵 以前不是很流行的 彈一下耳朵 又很痛 那這些小意思 我們家裡又沒有這麼小的 拿著彈尾飛過來 這麼厲害 是呀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不打 你沒有一些事情去 即時去控制到它 那那個小孩沒有一些 即時的警覺性 哪怕你用嚴厲的聲線 紅臟的聲線 但我現在覺得 那些父母 好像在聲線方面 又沒有什麼很嚴厲 很溫柔的 這樣 有個還說 兩兄弟經常打架 那怎樣 不如分開他照 一個阿婆照 一個阿公照 這樣 就用一個分開 這個又好像很極端 當然是一起玩 一起混合 所以他們好像沒有了個中間 Ben Sir 現在我聽你這樣說 父母其實真的很多東西 是需要學 和需要教 因為他們是 很難做父母 現在 社會說溝通 即是沒有一門科學 或者課程去教溝通 所以我覺得 你們都可以想想 教父母溝通 在國品道成 是不是 現在開班 有這些客人 我們那一代 或者你們那一代 都沒有說 爸爸媽媽會和他們溝通 現在很難 很多父母 經常都會說 很難和子女溝通 但是子女都不同 你講話 很多時候 要怎樣去引導 那些小朋友 和自己講話 那些小朋友 有時都會做 我說你進了房間 不要關房門 我已經沒有關 他已經是做到這樣 媽媽進來放了一些湯 他就是 要是手機 要是塞住耳朵 另外一個時候 塞住耳朵 打電機 打電機 這樣的隔膜 我不是叫小孩 我說你看完電視 你說要坐在梳化那裏 坐十五分鐘 打十五分鐘機 媽媽都知道你是陪著他這樣 逐步逐步這樣 當然這個是要花時間 所以就是要慢慢去 這樣來建立 Beser 除了教父母之外 我還發覺你有做一些心靈雞湯的一些課程 或者是輔導 都輔導 那個叫Beser二診 譬如你來跟我 有時真的要面對面談 有時在Messenger那些談不行 那時候醫牌那些個案 多數都是 中不中到高中生 情緒困擾 情緒困擾 還有一些大學生 還有很多自殺的個案 你看一下都嚴重 是啊 就是因為這樣 還有我教了三十年書 接觸過不同的學生 所以才有感疑法 不如去做一下事 然後去輔導一下 Beser 我就解決不了你的事情 希望可以解鎖到你的心情 心情鬆一點 開心一點 來給他們一些建議 讓他們面對自己的問題 Beser 這樣大也會有人挑戰你的 你是不是讀心理學 是啊 你是不是讀社工 是啊 你是做這些心靈雞湯的事情 你拆過界 你現在又拆界 你現在 你行不行 你究竟行不行 所以我就看回 譬如我去時有個教師證書 那些教師證書 是可以進行輔導的 我沒有很深厚的輔導的理論 所以你看見我的帖子 我沒有跟你做輔導 聊天而已 聊天都不行嗎 去聊聊天 去輕鬆一點你的問題 我不是教你怎麼做 我只是給你一些提示 譬如說 給你一個表 你看看你的精神冰箱 有沒有儲夠精神的食糧 譬如運動 演藝 藝術 其他興趣 你有沒有多一些這些東西 將自己可以在一個問題那裡拉開 很多時候 學校也有問題 家庭也有問題 那些問題解決不了 肯定在這裡 譬如爸爸媽媽經常吵架 打架 你怎麼解決 解決爸爸媽媽 這些問題解決不了 學校有欺凌 多多少少 我們那一代沒有說有欺凌 都會被人欺負 打黑小 那些問題還會在 不同班 學校有多大 一口口口面 一定會見到 兩個都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那個精神冰箱 那個食物 多不多 儲存量多不多 我有運動 可以玩一下運動 有演藝可以做 戲跳舞 有些藝術 有彈琴 有其他東西學 靠著那些東西來拉開它 整個我們說 廣東話所說 不要想起一面 那究竟要怎麼做 怎樣不要想起一面 我們要看開些 什麼叫做看開些 這樣看開些 我們給個精神健康的精神冰箱給他 看開些 審視一下自己 有沒有這些興趣的東西 幫自己拉開 從問題拉送他出來 但有沒有發生過 有些譬如 專業那些批評你 喂 你又教小孩做這些 你又給這些意見 有什麼你負責先 會不會有 那又沒有 很多粉絲提醒我 所以我就知道 不要給他答案 就給他一些提示 我也是 我也是 叫他去做運動 叫他去 有沒有宗教信用 我就用一些問題去問一下 了解一下他 了解一下他 有些小孩就是 他有很多 很多成功 但是那些成功 都是為了父母而做的 所以他就 不拿出來 沒有喚醒到 我將他那樣東西 醒醒到 原來你又懂得跳舞 又什麼什麼 你就可以做這些 你是為自己而做 不是為父母而做 你近時跑步 你是為父母跑步 拿很多個獎 你現在要看自己 你做運動 是為自己的 是為自己增加自己的 安多分野 從為父母和為自己而做 這樣的看法 他未必懂得這樣想 現在我刺激他的這樣的想法 Ben Sir 你做這一方面 無論你是針對父母 去教他們怎樣做父母 小朋友 又希望真的疏通他們 可能一些想法 你做這些其實 主要是否想在 那個兩代之間的溝通上面 你想扮演一個什麼的 角色呢 我其實就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角色去做這些 坦白來說 你有情緒健康關我鬼事嗎 但是你很積極去做 因為挺過癮 因為關乎語言的問題 那個有趣的位置就是 我是身為情緒有問題的人 我已經有問題 但我又要用我的語言 去說回我的問題出來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回事 你心理學家看我 或者你精神科醫生看我 譬如我已經有抑鬱症 但是你又不能夠好像 發燒感冒 肺炎 神規 去檢查我 那些我根本不需要說話 你又去檢查我 照X-ray 驗血 你現在呢 不是 我要用我的語言 告訴你 我神經是怎樣 我的心理是怎樣 我哪裏不舒服的 那這裏呢 那個語言 大家的演繹 還有很多時候 都是會有defense mechanism 的 是不是 我當你說 不是故意去說謊 你不當不少 想我一些東西 就是有一些隱蔽 所以我研究語言學 在語言那裏 可不可以在這裏 寄回你多些 有時他給你一些答案 你會不小心笑我出來 是吧 譬如我最記得有個同學說 我不喜歡拍拖 但我喜歡結婚 首先你要忍著笑 每個人都笑我出來 你說作為一個專門 我們就要忍著 這個全部都是語言的問題 真的有個可能 我不喜歡拍拖 可以結婚的 是吧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小朋友說 你朋友怎樣看這些 我沒有朋友的 他一下子就刪除我沒有朋友 我就直接問 你沒有朋友 你的同學呢 classmate roommate 如果再neutral一點 就是你見到那些人 怎樣看法 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些語言技巧的東西 還有我想到 如果我和那些小朋友 見完 起碼都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十五分鐘 如果見完 我真的認認真真去寫個report 講過些什麼 他只要那個小朋友 如果要去見專業人士 心理學家 或者精神科醫生 我這一份東西 都可以給他們去參考一下 他不用說 由零開始問 應該是很花時間的 還有一些專業人士 一個小時成三千元 起碼 可以省到錢 省到時間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 教組介入 大家經常說 要早些介入 那多早才行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即使我是義工這樣做 但起碼都和我的學科有關係 終極的問題就是 Linguistics 語言學 在心理學 或者精神學 那裏所扮演的角色 可否都有個位置去扮演一下 有些貢獻呢 即是怎樣做好那個溝通者 那個communicator的角色 做好溝通者 為何令到他快速一點呢 不用浪費時間 但大家又去問 還有這些要講信任 還有大家都知道我是個什麼人 正正我不是那個專業人士 沒有一些很明顯 或者很偏埋一邊的一個持份者 他當一個大家都認識 但又不是很熟的人 可能這樣做到 好像以前電台 白韻琴姐姐的角色 因為你不認識他 即是這個感覺 不要說現在我來醫治你 你有事 我現在來我來醫治你 而是你有什麼問題 大家聊一下 是純粹去聊聊天 有時撞到感覺 啊叮一聲 那就是什麼 如果不是 就當我聊聊天 大家是沒有吃虧的 Ben Sir來到這裏 有沒有什麼金句 都想跟年輕人 跟身邊其他人 跟其他人分享 金句都有的 要學習放鬆 然後才可以放鬆 要學習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學習 懂得放鬆 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很輕鬆 放鬆到去學習其他所有東西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Ben Sir 多謝Ben Sir 正是Ben Sir說 語言呢 是用來做溝通的 所以呢 當大家 跟別人用那些Whatsapp 用那些emoji的時候 不妨想想 我們可不可以試試 多些用語言 人跟別人溝通呢 拜拜 拜拜 如果想緊貼更多理財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的經一共肥計劃 以及Youtube Channel 再按個鐘仔啦